今天我们要来看 以赛亚一段的经文 我们先来读圣经 然后因为呼喊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第六节 有一个沙拉佛 就是这位天使 背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简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沾 我的口说 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 第八节 我们大声一起来读情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弟兄姊妹 圣经告诉我们 神盼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丰盛有价值得胜的人生 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来做个礼拜 不是成为个宗教徒 信了耶稣你要有一个期待 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 因为神在你生命有一个计划 就是要你丰盛 要你有价值 要你有一个得胜的人生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 以赛亚生命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经历 而这个经历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该有的经历 好不然我们带保 我们带进上帝 在我们生命那个计划的丰盛里面 我们首先第一看 我们看这 我们第一点 我们看说 看见主宝座 在这里说 乌西亚王崩的说 我见主什么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弟兄姊妹 遇见神 是人生改变的开始 请注意 道教堂跟遇见主是两回事 我再讲 道教堂跟遇见主是两回事 乌西亚王 这个先知以赛亚 在这里看到高高的宝座 不是说他那时候 之前没有信耶稣 信了耶稣看到主的宝座 不是 乌西亚王 和以赛亚 甚至已经是一位先知了 但是我们要讲 过去的以赛亚 是没有看见神宝座的以赛亚 过去以赛亚的侍奉 甚至是没有遇见神宝座的侍奉 会不会有很多人 信耶稣你来到教会很多年 但是你跟以赛亚一样 从来没有见过主的宝座 我再讲 来教堂跟遇见主是两回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让人生有转变 你必须要真正的遇见主 所有真正遇见神的人 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布永康 从小就在一个基督府的家庭长大 但直到他青少年遇见的主 他在梦里遇见 看见一个天上的帽子裂开 看到一张非洲的地图 虽然这个看见没有带给他 任何戏剧性的改变 可是却把他人生 推向一个无耻劲的宽阔里面 这个意向把一个无知的青少年 转变成为带领百万人聚会的布导家 1994年 当我在美国参加聚会的时候 有几次前所未有强烈的哭泣 呼喊为台湾祷告 到今天那么久以前的事 我还历历在梦 在那个日前 很强烈的感动在里面 我啪在地上呼喊 为台湾呼求 神很强烈的 把台湾的负担放在我的里面 虽然当时周牧师 希望我留在美国墓会 但是就是因为 这这样一个特别的 这一次的经历 所以我就跟周牧师讲说 周牧师我想回台湾 我想回台湾 不是这样的经历 说真的我很可能就留美国 今天说去美国不稀奇 94年 大家都拼命起下美国 连当牧师的也都想到美国 况且说真的 我如果留在美国 应该是这么讲 少奋斗20年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一个 现场的礼拜堂 可以坐1000多个人 那个parking lot的那个停车场 几十个停车场 然后pay off 这个会堂没有欠一块钱 我只要去了现成的 就一个礼拜堂 我就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 但是看见主的宝座 你的人生 你的把价值判断 想法就不一样 就因为这样 因为那个看见 所以我就开始 1995年 我就开始我在 士林灵梁堂的服事 遇见神 看见神的宝座 是人生改变的开始 每一个遇见神的人 都会带来他生命的转折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一生 都会有很多的转折 著名的音乐家韩德尔 他原来是英国皇宫御用的音乐家 他专门为皇室写音乐 写乐曲 当然所以他写过很多有名的乐曲 像皇家烟火 水上音乐 可是有一天 因为他被人重伤 所以就被国王fire 把他解雇了 然后他就非常的沮丧 落魄 潦倒 一个人走到泰晤寺河 准备投河自杀 正在他走向河里面的时候 忽然后面教堂的钟声响起 当他听到这个钟声的时候 他在河中间就嚎啕痛哭 记忧姊妹 今天我们当中有人 你需要在河里面听见 那个钟声响起 或许你来教堂很久了 就像韩德尔一样 或许他在宗教仪式里面做过多少 但是直到他那一个河边 那个钟声响起 他嚎啕痛苦 因为他发现 上帝还是活着的 他发现原来有一位上帝 在那里可以依靠 有一位比英国国王 更大的上帝在那里 于是他就回家 写下来最有名的这首歌 弥赛亚 只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首 旷世民曲弥赛亚 从前 他是为国王写歌 所以他的人生就是国王 他的生命就价值就在王室 但如今他看到一位 比英国国王更尊贵 更荣耀的王 他整个人生就不一样 这个生命的转折点 把他从地上的王 带到天上的王的面前 从此他的人生 是由地转向天 从人转向神 从地上的宝座 转向天上的宝座 而伊赛亚 也有相同的转类点 刚才经文说到 当乌西亚崩的那一年 我见 我见 弟兄姊妹 这个看见 就是伊赛亚生命 最重要的转类点 而圣经特别记载 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所以弟兄姊妹 或许我们当中 你正在某一个遭遇的里面 你正在某一个痛苦的里面 或在某一个 让你恐惧害怕的里面 这就是上帝在你生命里面 开始做新事的时候 就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刻里面 你知道乌西亚王崩的 对伊赛亚的意义 今天对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你知道乌西亚王 是当时一个非常卓越 结出伟大的领袖国王 乌西亚王 这位伟大众人所仰慕的那位王 突然崩去世了 这个国家所仰赖 所依靠的王突然死了 伊赛亚心里那个支柱崩塌了 所以里面充满了不安 恐惧 不知前面该怎么走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 在你的心中 那个王是什么 那个支撑你人生的支柱是什么 是你的工作 是你的健康 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财富 或你的工作技能 或是什么 弟兄姊妹 什么是你心中那个支撑 有一对高科技夫妇 他们两个人 就夫妻两个人 没有孩子 所以收入都很高 所以生活非常的优渥 准备再过几年退休以后 就好好过他们的日子 当然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 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 她的丈夫 这位先生只是觉得不太舒服 那就去做个检查 而没有想到一检查 竟然已经是癌症末期 三个月后 就过世 这位妻子完全的崩溃 她一生的依靠 支柱 未来的梦想都瞬间消失 而以赛亚就是在那个王崩的时候 她来到圣殿 看见上帝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她明白过来了 坐在宝座的是上帝 乌下王是死了 弟兄姊妹 你的乌下王可以会死 但是你的上帝还在那里 上帝还在那里 她的烟幕从地上的王 转向天上的王 后来 刚才我们说的那位姐妹 后来她信了耶稣 她的烟幕从地上的丈夫先生 转向了天上的耶稣 再奏出了悲伤绝望 而正像汉德尔一样 从前他是为皇家写歌 所以英国国王就是他 全部的人生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 就是你全部人生 你放错了 过去汉德尔以为国王就是他的全部 难怪当国王fire他的时候 他整个人生就崩溃了 会不会你错误了 让你人生落到一个极大的黑暗 错误的里面 而但那一天 他在河里面遇见了神 从此他的眼睛 从地上的王转向天上的王 他的人生 也从地转向天 今天每一位 你还要把你的人生 由地转向天 不然有一些人 你就会有以赛亚的经历 汉德经历崩溃 崩塌 乌西亚王可能不在 但是你的上帝永远在那里 而听好了 也只有当汉德尔的眼睛转向了天 从前他只能够写皇家乐曲 水上音乐 但是当他转了天以后 他才写得出 弥赛亚 这首旷世民曲 他的眼睛 以前是看着国王写歌 现在他是看着天上的宝座写歌 难怪这首歌 弥赛亚唱了几百年 当第一次演奏的时候 英国女王听到歌站起来 从此立下了一个惯例 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 大家统统要站起来 因为这首歌远远超过国王 那是天上的宝座的那一位 而只有汉德尔看天的时候 他的眼界 他写出来的诗歌 所有的恢弘 能够从地达到天 同样的如同伊赛亚不永康 他们的人生都因为遇见了神 有了无限的提升 所以伊赛亚这个我建主的宝座 必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一个经验 不管你的作为 不管你的方式什么 是汉德尔是在河边听到了众生 不永康是才看到了一个异象 牧师是在一个感动里呼喊为台湾祷告 每一个人你都不一样 但是你需要清清楚楚 你看见了那个宝座 不然很抱歉 你不过是一个可能来来去去 一直都活在一个宗教的里面 你需要真实遇见 我再讲 来做礼拜来教堂 跟看见主的宝座是两回事 今天离开之前要跟神说主啊 我不要成为一个宗教徒 没有意识 我要真正的遇见你 从此我的脸才会由地转向天 这是第一看见主的宝座 第二叫做除掉罪孽 在这里看 他说祸宰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等等 然后就有一个天使背到他眼前 然后拿着一个红炭 而这个炭是从坛上 祭坛上取下来 然后将炭沾了以赛亚的口说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舍命 请注意听 以赛亚看见主的宝座之后 接着下来 上帝要做的 神要处理的就是他罪的问题 所以撒拉佛从坛上 拿了一块火炭 沾以赛亚的嘴 说你的罪孽除掉 你的罪恶赦命 丢子妹 神盼望 你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神要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 但是他首先要做的 就是对付我们灵魂的疾病 就是要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 就是要除掉我们人生的咒诅 就是罪 撒旦唯一能够对付你的办法 就是让你犯罪 撒旦唯一能够让你 人生失败的方法 就是让你犯罪 听好了 你有了耶稣以后 撒旦又没有人能碰你 撒旦不能碰你 主若不许可 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 所以在主的里面 仇敌撒旦最多只能做 吼叫的狮子 他能惊吓你 恐恶你 他能够试探你 他能够诱惑你 但是他不能拿你怎么样 因为有主在你的里面 主保守你 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 他用慈爱四面如同盾牌围绕你 你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永不动摇 但是 所以撒旦能够拉你下来的这一件事 就是让你犯罪 大卫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既藐视我 取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家亲港 大卫当他有神的时候 在神的里面 没有人能够碰他 连扫罗王都不能 但是他的犯罪 使得刀剑来到他的家 而相反的 我们看约书亚 神对他说 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 谨守遵行这书上说写一句话 如此 下面什么 你的道路就可以恨通凡事顺利 耶稣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 然后道路亨通 凡事顺利 就成了耶稣亚一生的写照 所以耶稣亚生平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仇敌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就算最坚固的城墙耶利哥 也要倒塌在他面前 他一生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大卫约书他这两幅图画在你面前 你要选择哪一幅 所以今天离开之前 你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枪神球 用你的火炭 沾我灵魂的深处 我相信不是约书 不是以赛亚从此以后他的嘴巴不会再说错话 但是那一天是一个翻转 是一个突破 弟兄姊妹 今天你要在一开始前在这里要有一个突破 某一些东西缠绕在你的里面的今天 上帝要求你用火炭 斩我的灵魂的深处 不要容许那件事情继续缠泪在你生命的里面 它会成为你生命的破口 它会让刀剑来到你的家 特别男人 你是家的遮盖 你是家的那个cover 你的cover破洞了 你知道难怪你的家里受苦 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受苦 因为你的那个伞有破洞 所以你今天离开之前 主啊 用你的火炭沾我灵魂的深处 走神的路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很痛 凡事顺利 好 这是我们看到 以赛亚非常重要的两个经历 第三个叫做请猜浅我 我们大声的再次读这节圣经 来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请猜浅我 而弟兄姊妹是不是 以赛亚说了 我在这里请猜浅我 他就到非洲了 到西藏去了 还是到哪里去了吗 没有错 有一些人蒙召 呼召是到没有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去 就像我们来过几次的宣教士 陈维恩一样 他到巴牛 然后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第一间教会 然后也把那边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但是听好了 有人是这样 但是更多的人 上帝呼召你 就是在你现在的环境中 就在你周遭的人的中间 这里有一个人 耶稣医治了他 把他的鬼从他身上赶碎 所以他非常的感激 所以他就说 耶稣我要跟随你 我要跟随你 可是耶稣说什么 就打巴他回去说 39节说 你回家去 你回家去 今天你听到耶稣对你说 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满城里 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 更多的人 神要你回家 就在你的家 你的办公室 你的社群 你的人际关系往里 传说上帝为你所做的大事 有个弟兄 前几 一两个礼拜前 有一次我们一起聊天 他就跟我讲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他就是牧师 他在中部有一个很大的客户 很大的客户 来来往往很多年了 比较熟了 他就过去一段 就一直记 把那个我们的心灵蜜豆奶 传给他这个客户 传给客户 那传了一阵子以后 聊聊 来来来 那天他跟这个客户 有一点聊天 在聊天 他就问了他的客户的问题 他说 你相信灵魂吗 某某你相信灵魂吗 你知道这个客户说什么 哎呀 真是 这个真是我 他说 我现在 正在烦恼 这说起来就是有点 很担忧的一件事情 就是将来轮回要怎么办 他说 因为他问他说 你想不想灵魂吗 他就想 其实 他说 其实不是说想不想灵魂 而且他就 有轮回 他正在担心 你知道一个人事业越成功 到了年纪越大 他越害怕轮回 他不知道将来 以后下一辈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他说 我现在是不是开始要吃树了 不能够吃猪肉了 吃了以后会变猪 因为杀生嘛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 其实在我们的宗教背景里面 很强烈的那个轮回观念 是在人的里面 所以呢 我们听完以后就跟他聊了 他说 就跟他一起谈 我们的福音等等这些 那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又见面 他朋友就说 这样好了啦 我还是来信耶稣比较好 可以不用轮回 就这样他就带他觉知信主 前几个礼拜 台中这个大客户 已经信了耶稣受洗了 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 阿们 弟兄姊妹请听我讲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信了耶稣最重要 弟兄姊妹 我们台湾人的背景 真的很多人非常相信轮回 其实轮回带一个人 是很大的重担 这一辈子都很难过了 再下一辈子还要再怎么样吗 所以其实很多人是很害 没有路 他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要轮回 只有你 所以耶稣说 回到你的家里 你的客户只有你能接触 或许牧师比你讲得精彩 但是我碰不到你的客户 我心灵密度乃是 我是作者 但是我传不了给他 只有你可以传给他 所以弟兄姊妹 回到你的家 回家 在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你的客户 你的社群里 传说上帝为你做的大事 我们所有基督徒 都是被神选招 一生服侍他 请看这些神经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 被救出来 七十五节说什么 就可以终生做什么 侍奉他 所以听好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搞错了 为什么 你的信仰 你的信仰是信得很 苍白 因为你搞错了 你以为信耶稣 就是将来死后上天堂 信耶稣 感谢 信了耶稣 我们家阿花 会嫁给比较好的男人 信了耶稣 我们家阿民 会考上台大 信了耶稣 我们家的先生的事业 会发达 当然上帝就愿适奉 但是这不是信耶稣的目的 信耶稣那些都只是附带的 信了耶稣 你要转变你的人生 罪你的耶稣 就是要让我们终生 适奉他 请听好了 不管你懂不懂这句话 请你先听进去 信耶稣 从此以后 你的人生只有一个 终生 适奉他 我再讲一遍 信耶稣得了救赎 上帝救赎了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 从此有一个新的人生 就是终生 适奉他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被神的呼召 终生来服侍他 我们都是终生 来适奉 扩展神国度的人 只是我们的上帝 把我们摆在 不同的职位上 放在我们能够为主 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地方 能够带给神国度 最大扩张的地方 能够带领最多人 信耶稣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不是工作 职业 地点环境的问题 而是在于我们 有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 区别是在 我的人生 是我自己的人生 还是上帝的人生 我是为自己活 还是为上帝而活 过去以赛亚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前途 为自己的热情做先知 请你不要误 我弄错了 传道人也可以为自己 当牧师也可以为自己 我讲了 如果我是为我自己当牧师 当年周牧师叫我留美国 我就太好了 机会难得赶快卡位 你知道连牧师也在卡位 你知道吗 有些教区是比较好的教区 比较肥 有些教区是偏乡教区 是比较没有人要去的 当然我赶快卡位 美国这么好的位置 我卡了就没人能去了 你知道牧师也可以为我自己 以赛亚做先知 先知有一级两级三级先知 你知道吗 以赛亚每天都三点起床祷告 我要很准 发预言 1965年3月8号神日 哎呀中了 升级 你知道我们一生里面 当年牧师还是一样为自己 就像韩德尔一样 韩德尔过去写歌是为自己 哎呀这条歌国王欣赏了 我立刻升为哎呀我那个leader 我就可以升为小leader 然后变成乐团的首席 然后变成什么 哎呀我变成了什么 音乐总监 你知道吗 我们一生 但是当他遇见主后 从此 他是为上帝写歌 所以以赛亚过去为自己 但从此 他是奉差遣 为上帝而活 奉差遣进入先知的职位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 韩德尔从前为国王写歌 你知道吗 你如果为人 为国王 为这个世界 你的下场 很可能会落到要跳河之杀 后来他转变为上帝写歌 他就写下了 几百年来 人都还能够吟唱 颂唱的弥赛亚 弟兄姊妹 摩西说了 一个位置 所以这些圣经意思 救赎 就是要我们终生 事奉生 摩西说了 若我们以为世界 我们一生所能够精化的 你所有的成就 不过是什么 劳苦 愁烦 转眼成功 世界再大的成就 再成功的事业 再高的地位 有一天都会消失 没有一样能够带到天上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在地上做财主 到了天上去做乞丐 不要你人生努力追求的结果 却是让你在天上做乞丐 那太可怕 所以你知道吗 牧师一辈子在这里 我努力奔斗的 我尽心竭力要做的 就是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你瞎看那灵亮 弟兄姊妹 你在天堂 没有一个会做乞丐的 这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一定要讲某些东西给你 不管你听得明白 或是没有 我一定要告诉你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 这一生是短暂会过去 耶稣告诉我们 有一个更重要的永恒 上帝要我们在永恒里面 是丰丰富富的 所以你来到下凯那里 第一在这地上的丰富 神更要你在永恒的丰富 你不要在地上做财主 但是你的做法 你的生活的胖子 你的努力 你的生活的模式 你所经营的 都会让你在天上做乞丐 耶稣说了 有两种财宝 一个是地上的财宝 一个是天上 这是耶稣自己讲的 很清楚有两种货币 有一种货币 有一天会贬值到没有用 有一种货币是永远的货币 天国的货币 地上的财宝很清楚的 有期限会失效 那一天就一点都 完全都没有用 而耶稣说 天上有一种财宝 那是永远的财富和产业 而耶稣劝我们 要尽你一切可能 积蓄最多的天上的财宝 很可惜啊 今天有很多人的投资 一生努力经营所积蓄的 都是地上将来带不走的 听好了 耶稣说 积蓄天上的财宝 不在于哪一种工作 哪一个行业 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 丰盛的人生 乃在于奉财遣为主而活 跟我说一次 奉财遣为主而活 你若奉财遣为主而活 你无论做什么 都是积财宝在天 我再讲一遍 你听进去 你若奉财遣为主而活 你无论做什么 都是积财宝在天 启示录那里 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死怎么会有福呢 但是有一种人 当你死的时候 当你人生的结束的时候 是结束在有福的里面 弟兄姊妹 有一点我们人社会都会结束 但是你会结束在有福里面吗 耶稣告诉我你要有一种人 他没有主的人 很多人死的时候是很怨 有的人死的时候是很不甘心 有的人死的时候是完蛋了 人生完了 结束了没有了 但是有一些人不 在死的时候是死结束的 非常的有福 而下面圣灵解释 怎么样的人会结束在有福里面 你信了耶稣 你一定要改变 让我们人生你知道大家都会走完这一段 而当你人生走完结束的时候 那是有福的 而怎么样有福呢 圣灵说了 是的 他们惜了自己的劳苦 然后呢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所以在这里看到 有一些人他们在地上 奉差遣为主而活 他为主所做的 都会带到天上去 所以圣经说这样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 他们将会是天上的富翁 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 你都要做天上的富翁 地上当富翁 另外一件事 等一下我会再听 但是你更重要的 牧师存在 最重要的要让你在天上做富翁 上帝也要你在天上 你肯定你会在天上做富翁吗 我很肯定 我一定住地堡 我已经讲过了 而且我会有地堡有三间 我有三间 因为我会一间 然后师母隔壁 因为天上没有婚娶嫁娶的 我们所以他住我隔壁 我会叫他丁姊妹 然后苏圣珍会住在隔壁 再住隔壁一点 然后徐本杰会住我楼上 那你呢 住浅港街铁皮屋吗 我以前住过那天 我刚刚来士林的时候 是住浅港街 弟兄姊妹 当然我只是好像笑话的在讲 但是耶稣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有些人做工的果效会随得他 所以弟兄姊妹 有些人在天上做富翁 但有些人他会很惨 他是光溜溜的 贫穷赤身 什么也没有带到天上 那弟兄姊妹 你希望你一生做的 只能留在地上 或者是能够随着你到天上呢 我再说不在于哪一种工作行业 乃在于奉差遣为主而活 兄弟这爱 兄弟相爱汉山河 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 是讲到一群爱主的英国国会议员 他们奉差遣进入国会 英国国会 在政治界里为上帝而活 背除了 他们经过很多年的奔斗 在废除了英国当时很厉害的 那个奴隶的买卖 让神的公义和平 彰显在英国 他们是奉差遣进入政治界 那真理堂的真献仪弟兄 他原来想要传道 跟牧师一样做牧师 但是因为爱家公投 他而转投身政治 他选上了台北市市议员 他奉差遣进入台北市议会 那昨天 前天礼拜五 他就跟三位基督徒的议员 一起开了一个手机成瘾的记者会 等等这些 所以弟兄姊妹 你是奉差遣做医生老师吗 你是奉差遣在服务业吗 你是奉差遣做律师做医生吗 你是奉差遣进入企业 从此就不再是你经营企业 而是奉差遣为神经营企业 有一个基米啊 是一个很多年的基督徒 有一天他祷告 他问神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弟兄姊妹 请听好 信了耶稣以后 这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祷告 你要问神 你要为我做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活得很苍白 因为你搞错了 就像你进入公司录取了以后 进入公司 你做了半年都不是做老板 不是公司要你做的 难怪你活得很苦 很没有力 会不会有人信了耶稣 可是你一辈子做的都不是神要你做的 你问过神这个问题吗 如果你从来没有问题 今天晚上回去跪下来跟神祷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然后基米他感 他觉得神感动 他要去开一个公司 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 通讯电讯的这种公司 他就跟主说 我需要一份薪水 除此之外 这个公司所有全是你的 所有的利润也是你的 他就跟神立了一个约 70%的股份是上帝的 另外3%的股份是属于公司员工的 因为员工也需要生活 也需要等等这些 头四年公司成长得非常的迅速 当公司开始有了利润 盈余 他就成立了一个卡门基金会 然后用公司的利润 来开始作为传福音的事工 而基米想 原来想 他的公司大概就是25个人 这样的规模 几年之后 有一些赚钱 能够有一点奉献 最多将来 如果能够奉献到100万美金 已经就了不起 这是他对他的评估 他想想像我这样 能够开一个小公司 这样的公司就已经了不起了 有一天能够有这些钱来奉献 就已经了不起了 可是没想到 上帝大大的赤福他 远远超过他的梦想的好几倍 不过八年 这个公司已经超过 员工650个人 而从卡门基金会所奉献的钱 超过六千万美金 支持了多少的宣教的事工 而上帝继续赤福的公司 兄姊妹 你为神火 神要给你的都是超过你 梦想的好几倍 我来士林的时候 我也原想 教会能够有五百个人 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也看我自己 看我的背景 看这个环境 哎呀 那个教会能够五百个人 就了不起了 可是今天 我们的教会 已经将近五千个人 我们还有三十多个分点分堂 而今年 我们的宣教词汇的预算 就超过七千万 还有一个每个月 观看收听 超过百万人次的心灵蜜豆奶 带了许许多人心中 上帝给我的远超过我梦想的十倍 弟兄姊妹 回去跪下来 向神祷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为神而活 上帝就要把你提升到 你不可能的境界 吉米若他自己活 他人生里面也就这样 他从来没有梦想过 他有一天可以奉献六千万 弟兄姊妹 上帝在你生命所要做的 就要给你的梦想是五倍十倍 神要你的人生有无限的拓展 这为什么牧师这么急切的 要带领弟兄姊妹 因为弟兄姊妹 你若为自己而活 你生命里面最多就拉到这个层次 汉德写歌写得再好 最多就写上皇家乐乐曲吧 直到他看到宝座 他才能够写下了 弥赛亚这首旷世民曲 丢子妹你若为你自己活 你的水平最多就达到这边 我若我自己活 我生命里面也就这样 而当你把自己给散 上帝要你的人生是有无限的拓展 吉米从来没有想过 怎么可能他可以有能力到奉献六千万美金 今天有没有人也有这样的雄心梦想 能够为神的国赚钱 上帝要扩张你的事业五倍十倍百倍 吉米不是一个宣教士 他不是传道人 但我们很肯定 他是终生侍奉上帝的人 他以企业经营来服侍神 他是奉差遣在他的公司来服侍奉神 我相信 因着他而听到福音的人 比很多的牧师还多头了 所以今天早晨 你愿命回应神说 我在这里 请采迁我 而这是你人生的目标 奉采迁为主而活 今天离开之前 有更多的主 从前我是为国王写歌 从今天起我是为你写歌 从前我是老板的经理 我是老板的业务 从此我是上帝的业务 所以做老师的 从今天起对上帝说 我是奉差遣进到这个学校里 做业务的 告诉神 我是奉差遣进入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客户里 做妈妈的 你也要对神说 我是奉差遣进入我的家庭 在我那里全时间服侍你 支持我的丈夫 养育你所托付我的儿女 为天国培育人才 好让有一天他们也能够奉差遣为神而活 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终身侍奉神的人 我们都可以在各行各业里面侍奉神 但是我要回头要讲 神也呼召一群全职全世界 为神建造荣耀教会的人 从新约一开始 耶稣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 两千年来 有多少的男男女女 在神的呼召感动 把一生奉献为神 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以至于今天福音可以传遍全世界 全世界有超过二十二亿的人信耶稣 今天台湾有四千五百间教会 这四千五百间教会 都是因为有一些人 回应上帝全职来建造教会 才有这四千五百间教会 如果没有这些人 尾身全职 不会有这四千五百间教会 当然没有这些人 也不会有今天的夏凯纳林良堂 所以今天神也在我们当中呼召 有没有人 你愿意一身全职 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神在教会里要得到荣耀 神说教会是荣耀 所以教会一定是荣耀的 所以 我相信 是我们在各行各业都可以 服侍建造来服侍神 但是我相信 建造教会 有最高的荣耀 也有最大的价值 我再讲 是的每一个行业都好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 你可以投身在这个 最高的荣耀 最大的价值的建造教会里 耶稣说了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比得得更丰盛 所以我们教会的slogan就是 在这里你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弟兄姊妹 来建造一个教会 让每一个来到这边的人 都从绝望得到盼望 从黑暗得到光明 夏凯纳林亮堂的存在 就是让每一个来到这边的人 因为认识耶稣 得到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而在这里 你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上帝给了 夏凯纳有四副图画 请弟兄姊妹记得 你来到这边聚会 这个教会到底是干什么的 请你记得 上帝给了我们四副图画 第一个当然 它是一个祷告的殿 夏凯纳第一个图画 就是祷告的殿 因为祷告就是把天带到地上来 所以所罗门人 说了你得罪人 你战争失败 你有经营困难 天才人祸 或者是机兵无疑的时候 你要来这里祷告 这里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是上帝垂听你祷告 解决你问题困难的地方 第二个 是一个国度七三的教会 很多年以前 一个先知就为我们祷告 在这庞大属灵计划 我已经赐给你们一个新的所在 那时候好多年 根本没有这个 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 不晓得为什么 这先生竟然会有这个预言 当然他讲的时候 我毫不清楚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是他已经说 会有神已经预备一个所在 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中心 所以我们相信 弟兄姊妹 这里是一个国度七三的教会 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以后我们在各行各业 都会非常的强大 各行各业隐藏的财宝 各行各业经营的奥秘 上帝都要赐给我们 而我们在工作场所 我们要以属灵的智慧权柄 来影响周遭 成为未来经济的领导者 第三我们是一个复兴的器皿 因为我相信台湾有复兴 台湾有命令 台湾未来美好 因为多少先知已经预言 这位先知好多年以前 因为前面我不讲了 他说我相信神兴起台湾的领袖 成为未来经济的领导人 会成为世界上有名的生意人 当他预言的时候 根本这个不知道在哪里 今天我们都明白 台湾这几年兴起了 台积电现在像这样国际性的大厂 全世界都抢着台积电 高阶的晶片 百分之七十八十产自于台积电 全世界人都在抢台积电 什么时候台湾突然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企业 我相信上帝会在我们当中 欣喜很多顶尖的企业 因为上帝已经预言了台湾 所以你知道吗 他里说你们的前途 你是指台湾 台湾的前途非常的光明 所以我真知道 在这里一定有上帝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我常讲 我们的命运不在哪一个政党 也不在哪一个人 两岸自有上帝的带领 上帝会复兴会迎场 会祝福台湾 所以等一下弟兄姊妹 所以我深信 未来十年二十年 下凯纳林两堂 我们会成为台湾复兴的中心 会有很多重要的属灵的聚会 发生在这里启动在这里 第四个我们当然是一个宣教 支堂拆牌的中心 下凯纳林两堂是一个宣教的基地 那弟兄姊妹你有看到 这四部下凯纳荣教会的图 牧师写跟卫生教会 你看着 一起来建造这个荣荣的教会 在这里有无限的 你的头身在这个荣荣的教会建造 将是你人生最大的提升 这个荣荣的教会需要你 神要用你的专业 常才热情经历 趁着你还年轻 年富绿庄 奉献给神来使用 让教会能有更长的时间 来装备训练成全力 让你能够成为上帝可以用好用的器皿 我在讲 你要趁早 牧师师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二十五六岁 就全职事奉 你知道吗 上帝用了四十年 需要吃了四十年 才能够把我们栽培到这样 弟兄姊妹一个器皿要成熟 不是忽然之间 他需要时间的赔索 所以你越早出来 上帝在你身上就有越多的工作 可以在你身上 就有越多的装备成全 能够在你身上 趁着你还年富力壮 让神可以在你身上 做无限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愿意把生命投入这个最有价值 最荣耀的事工 一起来建造 下凯纳林两堂 所以今天的最后 我奉主的名再次的宣告上帝的话 上帝说我可以拆遣谁 谁肯为我们去呢 而我们今天在座的 或是在奔堂奔田的弟兄姊妹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听见上帝的呼召说 我在这里请裁浅我 或许有人 你就是今年或明年 或者有人就是两年 但有没有人 你今天回应上帝说 主啊 你感动 或是你愿意 说主我愿意 来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 而如果你有这样的心 你可以跟你的区目 能够可以在那儿谈一谈 然后建议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报考我们的 这个门徒训练中心 我们的门训练中心 这个月我们就会出来 你可以从这里面开始 走进这条道路的里面 愿上帝祝福我们 一起参加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从头再次来跟神说 向神祷告转向祂 让自己献给祂 上帝我们蒙了救赎 就是要终生侍奉祢 是要终生侍奉祢 是要终生侍奉祢 让我成为祢贵中的器皿 让我成为祢贵中的器皿 让我成为祢贵重的器皿 让这个瓦器充满了祢的能力 接下来据说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 赞美祢我主 全心全能都给祢耶稣 一生意 活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 向着表战之旁 高举双手 赞美祢我们还要唱 他说一生的意义活出荣耀的护照 我们一生都在活 但过去韩德尔是为国王写歌 所以他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国王 他一生的盼望都是国王 今天离开 因为跟神说祝我 从前我是为国王写歌 从今天起我是为上帝写歌 让我转变 我的世界不再是我的国王 不再是哪个人 不是哪个世 我的里面只有上帝 祢才是祢的宝座 才是永远的那个宝座 让我一生活出荣耀的护照 这才是我的生命价值 在唱的时候把那灵传向神 今天离开这向神求 祝我 转变我 从此你要必须在圣殿里面 看见主的宝座 我不再只是一个宗教徒 来坐坐礼拜 让我是遇见上帝 看见主宝座 我们一起来 高举双手赞美祢我主 全心全面都给祢耶稣 一生意我主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表感知 最后再次击击双手 高举双手赞美祢我主 全心全面都给祢耶稣 一生意我主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表感知 全心全面都给祢耶稣 高举双手赞美祢我主 上帝啊 求祢来到我们的当头 全心全面都给祢耶稣 改变我们的人生 转换我们 今天每一个在这里的 都要看见主高高的宝座 每一个人都要看见祢的宝座 我们同神开口 同神开口来祷告 每一个都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祷告 祢听到了 祢有什么话想要跟神说吗 有没有什么祢要跟神说的 用祢自己的话跟上帝说吗 开口向神祷告跟神说 转变我的人生 主啊翻转我的人生 向上帝祷告 从此我是上帝 我不再是老板的会计 我不再是老板的业务 主啊让我开始从今天起 我是奉拆遣为主而活 弟友 祢们当年人生 是奉拆遣为主而活的人生 祢到底为什么而活呢 求问上帝 上帝祢要我为祢做什么 上帝说回家 回家 传说上帝为祢做的大事 回到祢的社区 回到祢的家 回到祢的周围 向着祢的客户 在那里为上帝而活 做老师的 奉拆遣进到校园里面去 祢不再只是那里教书 祢不再只是那里一个工作 祢说祢是奉拆遣进到学校里面去 跟神说 主啊让我活一个奉拆遣为神而活的人生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在主的里面 谢谢祢 我们在一个祷告 离开之前 你一定要处理你生命那个破口 愁拆遣哪里没办法 只有一件事让你犯罪 大卫犯罪 从此刀剑不离开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 你的生命里面一般的流失 不断的有一些问题发生 好像刀剑跟着你一样 因为伴罪会让刀剑离了 而约书亚谨守遵行的话 祂从此道路亨通 凡事顺利 所以第二天离开 跟神捡 求神你用你的火炭 沾我的灵魂的身处 跟神说你要讲愿意 上帝会帮助你 跟神要他 主啊出去 让今天有一个图获 上帝一定会带领你 但需要你自己来祷告 离开之前 或记得跟神祷告 拿炭火沾我的灵魂 今天神要对你说 你的罪孽就得到洁净了 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啊 这个来到我们的当中 这一刻来到我们的当中 你要开口祷告 向神求炭火沾我的灵魂 用上帝的炭火沾我的嘴 如果你的嘴常常说 有些人你的话语需要被对付 求上帝用嘴沾的 你的口是不洁净的口 有人你需要用炭火 我沾你的情感 你的情感是不洁净的情感 求上帝沾你的灵魂 有人你需要用火炭沾你的眼睛 你只要向神祷告 今天要是一个突破 今天要是一个突破 你要得胜 你要进到上帝为你预备 那一个丰盛的人生的里面 呼求祂 沾我的灵魂 用火炭沾我的灵魂 我的思想 我的身体 我的情感 我的嘴巴 我的嘴唇 我需要你 谢谢我们的主 阿们 好不好 最后 有没有人 牧师还是要呼找 你愿意全时间 来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 或是你有感动 或是你愿意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或是是今年 或是明年 或是一段时间 但是你有 你说主我愿 地上每一个行业 事都可以服侍神 但神的荣耀的教会 需要你一起来为神奉献 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 来到主人面前 然后上帝有更长的时间 可以培育你 发展你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请你举手 牧师要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愿意全时间来施奉献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这一课子里面 请你举手 我感谢主 我看到了好几位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在你的位置上面 举起你的手来 回应上帝说 我在这里 请猜前我 我在这里 请猜前我 还有没有 看见在楼上有好几位 上帝祝福你 上帝为你与同在 我把这样交托了你 上帝啊 你看到这几位 求你现在用你的灵 充满他们 求你用你的恩膏 触摸每一个举起来的手 主啊 你保守他们的心智 他们愿意为你而活 主啊 愿意一起来建造教会 求你装备 预备他们 带领他们的前面 把他们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为他们来祷告 你与他们同在 带领他们走 下一步他如何行 上帝祝福他们 好不好 最后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来做一个祷告 你如果把自己交托给神 求神赐福你的人生 五倍 十倍的加征 当你为上帝而活 上帝要你的人生 是扩张无限制的人生 奉主的名祝福你的事业 祝福你的经营 祝福你的工作 向同生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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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巴巴巴 上帝要提升你 上帝要提升你 要超过你现在的 上帝提升你 超过你现在 把祂带到你的命定的里面 带进上帝要为你预备的里面 谢谢我们的上帝 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一切都在耶稣里面 在耶稣里面 我奉主的名把他们叫我托给你 决主祢来恩待每一位 我赞美祢 赞美祢 高举双手 赞美祢 我祝福 全身全能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一 活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表达 最后一次来说 高举二人 高举双手 赞美祢 我祝 全身全能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一 活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表达 之旁 天父 我们谢谢祢 透过以赛亚的经历 祢要把我们带进 这个荣耀的经历的里面 恩待祢的儿女 带着祢的同在 祢的平安 带着祢的护照 祢的差遣 从今天起 我们都是奉差遣 为主而活的人生 让我们人生经历 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 那个软弱 失败 无聊 苍白 把我们带进祢的丰盛 美好的人生里面 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但愿我主耶稣就恩惠 天父的只爱 圣地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 祝上帝这么美味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 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地点 请上400良堂官网查询 400良堂 祝您平安喜乐